做演员可是真不容易 不仅长年横飘还要在风铃鱼里做宣传 6月9日奇幻电影《青天想要录》 在横店开放媒体探班 主演陈浩铭看奔奔演艺丹等到场宣传 赶不巧发布会一开始便下起了倾盆大雨 但称职的演员们依旧镇守发布会 看着陈浩铭脑袋上的月亮符号 是不是觉得对剧情已经知道一大半了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对啊 对 我负责就是告诉观众 最后的凶手是谁吧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电影最有意思的是 你会看到我额头上面的月亮是怎么来的 本来我是没有的 对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里面给他加多 加了一小段就是这个月亮的来历 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一向擅长颠覆经典角色的陈浩铭 这次可是胸有成竹的 要让观众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包青天了 而对于自己塑造的包青天 陈浩铭的定位居然是萌 真是忍不住有点小气呆了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命 经常都有机会可以演到一些 那么家传户晓的人物 比如说季工啊 孙悟空啊 这一次我相信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 我对于观众来说也是一个 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因为你知道我永远对于那些经典人物的 垫幅啊或者是把它二次创作的话 在那方面我也蛮有把握的 所以到时候你们就看看 这一次的少年包青天 是什么一个包青天吧 比较萌吧 对 就他除了就是一生争气以外 他多了一种就是 所谓的清和力 还有就是给人家一种暖暖的感觉 可是也不要以为我又拍一部雷剧 绝对不是 这个是特别的暖心的一部 所谓的行政的一个探案的传奇的故事